你這間館要開起來非常難 賺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商業的誠信 你這間館毫誠信可能 全三重的人 應該都知道你是一個很糟糕的店 我現在跟你保證 你說5月1號要開業 我倒想看看誰要去 你當作其他健身忙死啦 人家 郭俊建功都在那邊有開店他有一大堆 那父親一大堆工作室 為什麼人家要去你那邊 不要鬧了好不好 他就是跟小保官說 他還在算 所以三重館的會員 他說他還在算 他慢慢算 他跟政府機關的人都在算 他永遠就是這樣子 反正我是覺得你這間健身房呢 我個人在這邊覺得會自然淘汰啦 無論你今天要不要跟會員處理錢 要不要跟我們處理薪資 最終我們 萬事的結委會如何 喔 我只是跟你講 你這間館要開起來非常難 最終你開你要做生意就是要賺錢 賺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商業 的誠信 你這間館毫無誠信可以 到現在你不是很愛發新聞稿嗎 你為什麼不發新聞稿 再一次出來 駁斥館長6000萬 這次換你放個6000萬在桌上 跟大家會員講 從幾月幾號開始 我們欠要請多少人 要給各位退費嗎 我們絕對負責到底 歡迎大家回來訓練 你敢嗎 你不敢 你只敢跟小寶官講說我們還在算 你一直 甚至是 甚至是 小寶官我們問小寶官 喔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問小寶官小寶官說 當天 4月5號 他跟小寶官有去嗎 他跟小寶官說 你們上面這些客人 都是館長派來亂 所以小寶官跟我們講 你們這些去獻查人 繳了 繳了鐵陣陣的錢 結果他跟小寶官說 你們這些人 就是我叫你去亂 我真的覺得 真的很好笑 你趕快出來講 他就是不敢出來 你看你不是很愛發新聞嗎 他最近都敢做主啊 他都有在看我的直播啊 你趕快上發新聞嘛 你不敢發 會員去 你也不敢面對 都說我派來的 什麼誰派來的 隨便你啦 反正 全三重的人 應該都知道你是一個很糟糕的店 我現在跟你保證 你說5月1號要開業嗎 我倒想看看誰要去 我這次跟你講 開一間健身房 他一個月沒有幾百萬的錢進去 他是沒有辦法支撐你 我先跟你講 我先跟你講 我在這邊先勸你 最基本都要三五百萬 一個流量 你會員數一定要兩三千 不然你絕對沒辦法撐 這麼大間的場館 他的開銷 他的人員 那你要用 低聯的人力 你就 會員也不會去 加上你的場館 也那麼久了 七年了 裝潢 我不知道你要花多少 那你要繼續這樣 繼續這樣耍無賴 你就繼續耍 因為你的事蹟在整個三重 已經傳開了 你問一下聊天室的朋友啊 現在誰不知道三重館的事情 三重人 誰不知道這件事情 今天我可以跟你講 連一間 連我們以前在做都很辛苦 連我們的生育這麼好 我們在那邊都很競爭 你當作其他競爭盲食啦 人家 波俊建功都在那邊有開店 他有一大堆 你的父親一大堆工作室 為什麼人家要去你那邊 不要鬧了好不好 跳鬧了好不好 跳鬧了好不好 真的 我不知道花多少時間去打這個官司 最終你一定是做不下去的 這樣就OK的 你賠錢嘛 你不賠的話我也沒辦法 但是你管也沒辦法開的嘛 從5月1號開始 只要我們有退錢的部分 我就要叫 我就要很多人去拉白布條 大聲工嘛 宣傳車嘛 都可以用 你缺我們錢啊 我問過律師的是可以的啊 對不對 我沒有鬧事沒有打了 沒有撥漆嘛 就跟你要錢 天天地利啊 欠債還錢啊 sight 不知悔即使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